由于这次选举竞选活动很激烈,候选人在大街小巷到处贴满了海报和标语,造成了章乱的现象。 救国团园林常委会今天发动了省立狗六中学和省立狗六家商的学生,在狗六街上抓住了竞选的海报和标语。 他们也同时刷新了布告牌,迎接即将来临的今年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